各位善之圣,妙法廉法经现在讲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评,普门评常文俱诵,常文有两番问答,初番问答,有总答,有别答,总答说过了别答有三段,第一,约口业机, 第一,明音,就注重在专念观世音菩萨的信号,就是免欺难,第二,约一月记明音,就是离三读,以至成恭敬心,专一其心念观世音菩萨,可以消除众生的根本烦恼,贪生吃,所以叫做离三读, 这都讲过了,第三,约深夜记明音,就是满二求,明二求,经文有两段,先说明二求,求男求女,那么然后解叹, 经文,若有女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变身福德智慧之男, 社欲求女,变身端正有向子女,俗子得本,众人爱尽,这是明二求, 世间上,人道众生啊,我们都是人啊,在人道众生,尤其我们中国人,不孝友善,无后为大, 总是希望有后代继承,这个祖先的香火,所以万一这个家庭里没有后辈,没有儿子, 那么他就会想办法祈求,那么所以经文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有满众生的心愿, 说如果世间上有女人,求本来是男女度求了,但是女的求得更切, 啊,所以愿女人说,实际上男女度求,啊,社欲求男,假如他没有男孩子,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男的孩子,啊,那么要怎么办呢,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这就是科幻里面叫做月深夜即明印的意义了,因为要求男求女啊,注重在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 既然是用深夜恭敬礼拜,当然里面也带有异业,啊,那么称名也有口业了, 但是因为注重在礼拜,身体在礼拜,还有供养, 所以叫做月深夜的根基,的祈求啊,啊,啊,菩萨的,啊,感动菩萨能够使他得到满他的心愿, 所以如果能够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变身福德智慧之男,啊,求男的男, 而且不是普通的男孩子,是有福德,福报很厚,有智慧,聪明智慧, 所以这种有福德,有福德,有智慧的男孩子,他能够得到,就是求男的男, 奢益求女,也有人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呢,他也希望有一个女的,啊, 那么如果深夜他要期望求一个女孩子,也能满他的心愿,啊,能够使他变身端正有相之女, 女孩子很注重的,就是相貌要端壮而正俗,啊,有福德之相,有相,是有福德相,啊, 相好不但是美丽而已啊,要有福德之相,啊, 啊,人见到会生不但是欢喜心,而有恭敬心,啊, 那俗词的本,俗是过去,就这个女孩子, 她过去是已经种下很深谷的,啊,功德,为她做人的根本, 因此,这个女孩子生来之后啊, 啊,众人看到都会生欢喜心,众人爱敬,啊,爱是欢喜心, 敬是恭敬心,啊,对这类的这个女性, 她不但是欢喜而已,而且会有严肃的恭敬心, 所以众人爱敬,啊,这句话,啊,如果断章取义的话, 有的时候也会闹出一些笑话,啊, 那么有些不认识字的人只听到这个众人爱敬, 啊,那么有发生一种错误的观念, 我从前住在石头山,啊, 山上在四十年前啊,四五十年前, 虽然是出家人很多啊, 但是文盲也很多,不认识字的并不少, 那么其中有一个老修行啊, 他天天都到外边去花园,啊, 花园拿到钱回来做什么呢? 他就去买很多吃的东西, 有糕米夹了,啊, 还有面条啊,什么这个吃的东西啊, 啊,统统买回来,啊, 买回来就自己到厨房去帮助这个饭头是煮,啊, 做做供菜,就来供佛, 供佛之后就把这个供菜就供养大家了, 就打斋了,啊, 那么他经常这样子做, 我觉得很奇怪啊, 啊,我就问他说, 哎,那你为什么天天啊, 都去花园啊,花有钱啊, 就这样子,啊, 这个买供菜供大众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你没听到吗? 普门品不是讲吗? 众人爱敬啊,啊, 他把这个众人爱敬看着这个买东西, 供养佛, 供养大家, 供,啊, 这个叫做众人爱敬, 啊, 这就是, 虽然是, 也不是, 有什么不好呢? 反正他发心供佛几生, 总是好事情嘛, 但是他把这个众人爱敬啊, 断章取义, 变成是, 化缘打灾共众, 啊, 这个以经文的原意啊, 完全是距离很远, 啊, 那么经文的预示是说, 您求女的女, 而且这个女孩子啊, 是很端章端章, 而使人看到身欢喜心, 而又身恭敬心, 所以叫做众人爱敬, 啊, 并不是说叫你天天去化缘打灾, 啊, 那么这是, 文字上, 萧文呢, 啊, 就是约四十, 约四十项上的解释, 啊, 可以引出一些事实的证明, 求男登男的事实证明, 啊, 有一部书叫做《一行居集》, 一行居, 啊, 一行居集里面, 有这么一个记载, 明朝四大师之一的罕山大师, 罕山德亲大师, 她, 她的母亲呢, 梦到观世音部, 她抱一个孩子给她, 那么她就把这个孩子接下来, 那么从此怀孕呢, 就生下这个寒山大师, 这个寒山大师出世之后啊, 呃, 寒意一常人呢, 呃, 出世之后, 就会合掌, 呃, 她就小的合掌, 呃, 那么看到佛菩萨像, 她就很欢喜, 就会笑, 呃, 就会合掌, 等到她长大了, 稍微到了这个小孩子的时代啊, 才开始读书啊, 她九岁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念, 这个法法金补门评, 九岁就会念, 没有人教她, 她自己就会念, 呃, 这个很显明的, 就是观世音部下所述的, 呃, 所以她一生下来啊, 她就有这个, 呃, 深厚的善根种子, 后来成为一代祖师, 寒山得亲大使, 呃, 他有寒山梦游吉, 呃, 他一生的著作也很多, 呃, 愣言经有通义, 法法经也有通义, 呃, 启信论直截, 呃, 这个著作等身, 呃, 那么寒山大使是观世音部下, 送给他的父母的, 呃, 呃, 还有, 呃, 同时就是在明朝的明朝的四大师最后一位, 欧一大使, 欧一大使他俗性姓钟, 他是目目睹人, 就是呃, 大陆的这个楞眼山下的这个目睹那个地方人, 呃, 呃, 所谓无人呃, 呃, 呃, 他家俗性姓钟, 呃, 他的父母年纪很大了, 还没有孩子, 那么他的父亲啊, 天天都在修观音法门, 十大白咒, 十年, 呃, 梦见观世音部上, 呃, 这个抱了一个孩子啊, 送给他, 那么然后就生这个, 欧一大使, 这个欧一大使这是过来人啊, 决定聪明, 他初次就跟他的父母拜佛, 呃, 这个吃素, 呃, 那么后来出家成为一代祖师, 他的著作等生, 呃, 我们现在讲法法经啊, 呃, 法法会议就是欧一大使所著的, 所以欧一大使也是观世音部他送, 送来的, 还有个同时在这个明朝, 明朝末清朝初, 呃, 差不多跟这个欧一大使同时的, 还有一位专于大使, 专于大使, 叫做冠宏, 他的名字, 法名叫做冠宏, 呃, 专于大使就是吃苦瓜的那一位, 哦, 我以前讲过这个建月律师啊, 到他那边去吃苦瓜的, 那个吃苦瓜的那一位, 呃, 这个餐司, 专于大使, 他出世的时候, 出世之前呢, 他的母亲, 就是, 梦见观世音部上, 带了一个小孩, 他把他接过去, 那是会走路的小孩, 把他接过去, 呃, 那么, 然后啊, 这个, 生下这个专于大使, 后来出家, 成为一代很了不起的, 禅师, 这是一位禅宗的打的, 呃, 像这一类的, 求男的男的故事啊, 呃, 感应路里面很多, 求女的就比较难找了, 呃,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中国人一向, 是重男亲女呀, 呃, 呃, 像男孩子很重要, 女孩子没有, 没有什么关系, 呃, 因此他只是希望能够接入他的家庭的这个香火呀, 所以都是差不多的求男, 这求男的故事, 在感应路里面, 呃, 你记载很多, 在其他的书籍里面的记载有很特殊的, 就是女性当生变成男的, 转女成男啊, 不要等到转生, 当生就能转过来的, 有这么奇, 很稀奇的感应, 呃, 在我看过的书当中啊, 有两者, 呃, 不妨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 那这是非常稀奇的, 呃, 不是随便能够见到的, 有一部书叫做《俗一记》, 呃, 叙述的《俗》呢, 《俗一记》, 呃, 这个《俗而第一》的那个书, 呃, 述书的书呢, 呃, 《俗一记》这一部书里面, 他这部书专门记载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的了, 呃, 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当中, 其中有一个故事啊, 说, 荆州, 呃, 荆州那个地方啊, 有一个姓黄的, 姓黄的, 这个姓黄的呀, 年纪很大呀, 才生了一个女孩子, 可是她的夫人这个生了女孩子之后就死掉了, 那么她就是老而, 呃, 没有去成为贯妇了, 呃, 那么就自己很辛苦的养育这个女孩子, 呃, 她心里很难过, 她年纪很大, 老了, 呃, 那么只有这么一个女孩子, 那么她心里总想很糟糕了, 呃, 她的乡活呀, 后边没有继承人, 呃, 因为只有一个女孩子, 那么因此她从此这个女孩子生下来以后啊, 而她的太太死掉了以后, 她就专修观世姆沙的法名, 呃, 念念不忘, 这个, 大白州啊, 普门瓶啊, 观世姆沙圣号啊, 好啊, 很用功的, 在哪里修持, 这个女孩子到了十多岁啊, 她就学习这个刺绣, 刺绣, 绣花, 绣人像等, 那么后来她会绣了, 她就绣观世姆沙像, 专门绣观世姆沙像, 因为她跟着绣观世姆沙法门啊, 这个小孩子也在念观世姆沙, 在边念就边绣观世姆沙, 她绣了一尊很庄严的观世姆沙像, 那么作业礼拜供养, 呃, 有一天啊, 这个女孩子已经十四岁了, 这个黄老头的女孩子十四岁了, 那么她在菩萨面前祈求她, 天天看到她的父亲啊, 她的爸爸在菩萨面前拜, 菩萨的时候都在流眼泪, 问她说, 爸爸你流眼泪做什么啊? 她说, 我们的行罗也拍高赛啊, 我不流流眼泪, 行罗拍高赛, 有时候她后边没有继承人啊, 龙岛你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孩子, 我难道不会流泪吗? 不会痛苦吗? 啊, 她的女儿想得很难过, 啊, 那么自己是个女的, 没有办法继承啊, 那么她也祈求观世姆沙, 是不是能够把我改变一下, 哦, 转女成男, 她有这么一个心念啊, 很奇怪了, 有一天晚上啊, 像梦见观世姆沙, 她所绣的那个观世姆沙的样子, 完全一样的, 这个菩萨像, 哦, 那么这个菩萨献前啊, 来到她的面前就跟这个女孩子说, 她说, 你的父亲老了, 哦, 也没有办法让她再生小孩了, 你们的祈求, 我应当要满你的心愿了, 而且你父女两个都是很用功, 很修行, 哦, 都是很, 你又很孝顺, 那么我要瞒你父亲的愿啊, 我想我只好把你转过来吧, 哦, 拿一个药丸呢, 给他吃, 你一定替我吃下去, 他在梦中就把这个观世姆沙给他的药丸就吃下去了, 吃下去就大睡了, 就昏睡了, 那么睡了两天, 他就没醒过来, 哦, 他的父亲早急了, 难道这个女儿也没有希望了, 那么但是他看到的样子好好的, 就是跟睡着一样啊, 哦, 那么, 不管他了, 就这样子啊, 分睡了七天七夜, 等到他七天七夜, 醒过来之后啊, 哇哇的哭, 那么一哭啊, 发现他这个下体很痛啊, 那么等到他醒过来之后啊, 真的变成男子了, 十四岁的女孩子变成男孩子, 当生转身转移透了, 所以难怪就是数医记, 专属说这个奇异的四季, 这一次出在这个数医记里面的记载, 我只看到这一条, 十四岁的女孩子, 有观世姆山梦中给他一个药丸师, 结果转女成男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 有一部书叫做己求书 求人不如求己的那个己求书 己求书 己求书 前面那个记载啊 是没有记朝代 知道是荆州人姓黄 没有记朝代 己求书里面的记载 有一样故事啊 是姓杨的 杨朝那个杨啊 穆是穆义杨啊 那么这个记载啊 是出在己求书 己求书里面说是明朝 清朝前面的明朝 明朝有个姓杨的 叫做杨黄 黄啊是谈黄的黄 黄字边一个黄色的黄 这个姓杨的杨黄这个人啊 他是读书人 那么他也在地方上啊 很肯用心啊 修种种的善事 那么正好碰到这个战乱的时候啊 发生一个这个家变 拢得家庭流离是锁了 那么后来啊 中间的故事很长不要讲 因为我会霸占很多时间 那么只讲他这个主要的地方啊 就是他有一个女儿 只两岁 夫人死掉了 因为这个天下大乱了 那么他就拢得没有办法啊 带着一个女孩子 只有两岁 那么心里也很难过 碰到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啊 不晓得要怎么办 那么他只有专念观世音菩萨 他平常也一向是信佛拜佛的 就是专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后来啊 他这个两岁的女孩子 也是祈求的情况跟前文 差不多要相同 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 这个孩子两岁啊 在这个大岁当中醒过来 扑醒了 醒过来也是两岁转女成男 又变成男的啊 不过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几求书 几求书啊 我只发现这两个 这个转女成男的故事啊 是在当生转过来的 这非常起义啊 是因为他家里没有男孩子 把这个女孩子转转成男的 这是非常起义 前面一个出的数据记的 没有朝代啊 但是有姓啊 知道是金兽人 后面一个出的几求书是明朝 明朝也没有详继朝代 知道他是姓杨啊 我中间的文字很长啊 我们同约就是有这么一个记载 就是显示这个 呃 你的当生可以转女成男 这显示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呢 那真是不可思议啊 那么这都是 所以啊 事实的证明了啊 说一个这个真正对于观世音菩萨法门真正在下功夫修行的人啊 那么只要他过去生的善因具足啊 是随手求啊 都能满手愿的啊 那么这是事实的证明啊 至于这个观世音菩萨啊 我上次曾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 就是把这个男女以修观的方式来啊做解释啊 就是把这个男女比作卑制啊 慈悲 智慧 啊 《维摩经》里面有这么一段句诵 自度菩萨母 方便于为父 一切众道师 无不由是生 法习于为妻 慈悲性为女 善性诚实难 这是以法来 作修观 观成父母 子女 菩萨从哪里来 制度菩萨母 菩萨智慧 制度 菩萨菩萨米亚 就是菩萨的母亲 方便菩萨米亚 就是菩萨的父亲 制度菩萨母 方便于为父 所有一切众道师 道师是指的佛 成佛的 死方诸佛 没有意味由自度菩萨母 方便于为父而生的 就是死方诸佛 都以般若为母 以方便般若为父 那么修这个般若智慧 有大慈悲 有方便度众生 才能成就佛国 所以一切众道师 无不由是生 一切诸佛都是从这个地方 受生的 也就是说 一切诸佛能成佛呀 法生会命 都从般若智慧里 生长起来 那么 学佛 行菩萨道 伐习以为妻 那么慈悲心就是女儿 发慈悲心 有慈悲心就是女儿 善心 诚实难 善心诚实 这都是表示有智慧 有智慧才有善心 就是佛国上的智慧 就没有一点 够然的 所以 究竟的无漏善凡 以这个善心 学佛 以执心式道常 诚实 就是 真诚而直直 善心诚实呢 就是表示有智慧 以智慧为难 以慈悲为女 就是悲至双运 悲至同时都要求 行菩萨道的人 要有慈悲 也要有智慧 如果没有 没有智慧的慈悲啊 那会有危险 所谓慈悲深祸害 方便出下流 那就是因为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必定要有智慧 所以求悲 求智 求悲等于求女 求智等于求男 所以这个男女 这种的悲至男女啊 无论谁都要求的 不但是在家人要求 出家人也要求 不过求的不是世间男女 而是求的大悲大志 还有一个比方就是定慧 以女性来比 以男性来比智慧 这个界定会三不六学啊 以女性比定 因为女总是比较柔顺而静定 所以用女来比这个智定 男性要有刚的智慧 所以男性表智慧 定会两门啊 也是男女的这个表方 那么因此求定会 求悲之 学佛的人 无论你是在家出家 都是同样需要祈求的 所以叫做求男就能断男 求女就能断女 不是指世间男女 而是指般若智慧 大慈悲心 或者是禅定与般若智慧 我们一天到晚修学佛法 都是在求定求慧 都是在求男求女 那么用意就是要 杯子双运 辅慧二言 然后才能圆成佛国 所以不只是一求二求 而是永久祈求 一直到成佛为止 才可以不求 那么这个禅定智慧 杯子 都是要终这一生 敬畏来机 一直到等觉菩萨 都在求而没有停止的 所以这个求男求女啊 以这种的道理 来做表伐的说明 那么这是满二求 使众生两种的祈求 求男求女 都能使他满缘 接下去 截叹 总结上文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不可思议 为神不可思议 所以经文后边接触说 吴敬畏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力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福不堂卷 这就是接叹 总结 这个满二求之文 赞叹 赞叹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圣德 那么满二求的文字 说完之后 佛对无尽一菩萨说 无尽一样 这位观世音菩萨 他有上面所说的 这种的伪的 神通之力 如是 就指上面 上面这个求男的男 求女的女 这两种是 菩萨有这种伪神 伪神之力 使众生能够满愿 那么因此之故 世间上如果有众生 小的供养 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所修的福德 不会堂卷 堂卷呢 就是虚费的意思 不会说是 有因无果 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你念一句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就对一个福德 消一种罪业 所修的福德 无论你多少大小 那么绝对不会吸费 不会空过 就是说 不会没有这个功德了 绝对有大成就 有大功德 所以这个福德 不会堂卷 就不会吸费 不会没有 必定有大福德 能得大智慧 只要你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那么你要求智慧 得智慧 求慈悲 得慈悲 都能满你心愿 没有禅定的禅定 没有智慧 得智慧 所以所求都能满愿 那么到此为止 那么到此为止啊 就是第一番问答 初番问答的第二 别答 别答说完了 那么总答 别答 第三 劝慈民 那么既然是说明 菩萨能够满众生的心愿 通通都能满愿 那么因此啊 就劝众生 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就劝慈民 劝慈民啊 经文有三段 第一 劝慈 第二 隔样 第三 劫叹 第一 劝慈 劝导众生 要发心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经文说 失过众生 接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这就是劝词 因此之故 事故两个字啊 转于词了 承接上文转到下文来 既然 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的福德 不会堂卷 不会惜慧 不会没有 那么因此之故啊 所有世间的一切众生 尤其我们人道众生 接应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接 通通了 龙兆 大家 应当都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那么这是 释迦牟尼佛 我们的教族释迦牟尼佛 要我们 学佛的人 都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这是 先 总 欠词 那么接下去 隔量 隔量就是 较量了 比较了 较量 古代的隔啊 就是 比较 比较 隔量就是较量 那么 就是拿这个 其他的 这个 相同的情况啊 来比较 持练 关世 金菩萨的功德 相差都远 彼此相差都大 所以叫做 较量 经文说 无敬意 若有人 受持六十二意 横厚撒菩萨明知 福 进行供养 饮食 衣服 恶具 以药 以鲁易云和 是善男子善女人 功德多佛 无尽一言 神多是尊 佛言 若夫 由人 受持 关世 木萨明后 乃至一时 礼拜 贡阳 是二人 福 正等 五一 一百千万亿 节 不可 从今 这就是 隔量 只持 念 观世 木萨一尊 的圣号 跟 念六十二意 横厚撒术 菩萨的圣号 两种 比较起来 功德 平等 一样 正等 无益 没有差别 这就是 比较 只念 观世 木萨的圣号 功德 就那么大 先顺着 这个文字 做 效文的解释 佛对 我定义 菩萨 叫 无定义 世间上 如果有人 若有人 他在受持 直受在怀 认持 不是 一天到晚 都在受持 六十二亿 横厚撒的 菩萨的名字 也持名了 不过他持名 念的很多菩萨 六十二亿 的横厚撒术 一条 一条横厚撒 一粒撒 算一位菩萨 的名字 那一条 横厚撒 就多得不得了了 何况是六十二 而且是 加一 六十二亿 条的横厚 满满的 沙子 一粒撒 算一位 菩萨 你看这个 菩萨 有多少了 菩萨 很多了 那么不但是 持念这六十二亿 横厚撒 菩萨 名字而已 还进行受 供养这些菩萨 付进行供养 就是这个 发心修行的人 从他发心开始 一直到 进那一生 进这一生的身形 供养这些 六十二亿 横厚撒 用什么供养呢 四四供养 饮食 吃的东西 饮的东西 衣服 穿的衣服 恶具 睡卧的床部 等等 医药 万一生病 要用这个 世间的药物 饮食 衣服 恶具 医药 这个叫做四四供养 用这四四来供养 六十二亿 横扑萨 而且敬这一生 你看这个人 功德多不多 佛啊 以鲁义 有用火 鲁 你 此无尽一步上 佛对无尽一步上 你的心意 听到这个话 你觉得怎么样啊 这个善男子 善女人 就是受持六十二亿 横扑萨 不知道他名字的 并供养四四的 这个善心的男子 或者是善心的女人 这样子修行 功德多佛 他的功德多不多呀 这个不字不要念不 念佛 就是一问词 这个人的功德多不多呀 问这个吴敬义 吴敬义 神多世尊 吴敬义 多得不得了了 是说呢 必定是很多 佛大夫说 佛言 若佛有人 假如世间上有人 受持观世音 不上名号 单念观世音 不上一位的名号而已 那么他没有 那么多的供养 乃至最 操略 略掉进行受 就是一个时间 一时 最短的时间 这一时乃至 掺哪之间 谈指之间 发心 礼拜供养 观世音 不上 他们又世事供养 只以礼拜当供养 以礼拜当供养 持民当供养 你看看 四二人夫 正等无义 受持六十二亿 横厚上补上名字的人 还进行受 还世事供养 功德 功德 大得不得了 可是有一个人 他发心 一个时间 很短的时间 念观世音 不上的圣号 或者是直拜 一个礼拜 以礼拜当供养 没有四次供养 这两个人的福报 功德 正等无义 平等 念一尊观世音 跟他念六十二亿 横厚上补上补上补上的名号 功德没有两样 无义 就没有异样 完全相同 这个功德很多 有多少 一百千万一节 不可穷尽 近百千万一节 来算他的功德 也算不能经 而他的福报 功德 敬畏来自于受用无尽 显示这个人的功德 有多大了 那么这个 比较啊 受持六十二亿 横厚上补上补上名字 有四种多 四种多 受持观世补上名字 有四种少 四多四少 比较起来 而功德一样 受持六十二亿 横厚上补上补上名字 的四种多 第一 受持六十二亿 横厚上补上 福田多 第一 福田多 他供养菩萨的福德 的福间呢 多得不得了呢 因为六十二亿的 横厚上补上补上 都大补上 这个福田就多了 受持 持练六十二亿 横厚上补上补上名字 这是磁名多 磁名多 他念六十二亿横宫萨菩萨名字 不就很多很多吗 持名多 第二多 第三 尽寻受持名 尽寻受供养 时间多 时间多 时间长了 贾令说他二十岁发心啊 他活到一百岁 那么就八十年那么长的时间 在受持 在供养 这就是时间长时间多 这是第三多 第四 供养的东西啊 物品啊 世事具足 饮食物具 这个衣服汤药通通都有 那么这是供养的 供品多 供品也多 就是福田多 持名多 时间多 供养多 供品多 供养多 就是供品多 受持六十二亿横宫萨菩萨名字 当然有这四多 那么受持 官室牧萨名号的人 有四种少 跟他比较起来 四种少 第一 福田 只念 官室牧萨一位而已 福田少 少 因为他只有一位 官室牧萨一位 比那个六十二亿横货上 一个很多 一个很少 所以 这是官室牧萨这边 只念一尊官室牧萨 福田少 只受持 官室牧萨的名号 持名少 受持的名号 只有一位 官室牧萨 持名少 而受持的时间很短 一时 一时 顶多一个时辰 也不过这两个小时 最少 省着一探拿 一探指 这个时间少 一时 时间少 一礼拜当供养 没有四次供养 供品少 供养少 你看这个四样 比对起来 前面四样多 福田多 持名多 时间多 供品多 修官室牧萨 法门的人 福田少 持名少 时间少 供品少 那么 一个很少 一个很多 可是功德平等 没有两样 功德是一样的 没有两样 为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呀 四二人 正等无益 正等无益 就完全相同啊 刚刚好了 彼此的功德都是一样 那么这既然是正等无益 那受持官室牧萨 法门的人的功德要比他大得多了 怎么比他大得多呢 少胜多啊 少胜多 这个少量的福德胜过他 胜得那么多 这个原因在哪里呀 古人的解释 有三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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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官室牧萨 他修耳根 圆通 根据这个 愣眼经里面说 二十五 圆通里面 他是耳根 圆通 他所得的圆通 是根本圆通 圆通 长三种功德 巨足 详细在 这个 愣眼经 第六圈 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耳根 圆通 那一段文说得很清楚 那么 文殊菩萨 拣选 圆通的时候 就选 观世音菩萨的 耳根 圆通 因为他是得到 根本 最胜的圆通 所以他的功德 要胜过六十二亿 横空山 菩萨名字 这是第一 第一种说法 那么就是 以修持的功夫 来论 这个 熟圣 第二 观世音菩萨 是果地上的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已经成佛了 开头就讲过了嘛 已经成佛 叫做 过去就是叫做 正法名如来呀 现在为了要度众生的 方便实现做 观世音菩萨 他是果地菩萨 不是阴地菩萨 那么前面六十二亿 横空山 是菩萨 那是阴地的菩萨 在修音啊 顶多他的果位 只是到等觉 还没成佛 所以当然功德就不及 果地上 已经成佛的菩萨了 因为观世音菩萨 是果地上的菩萨 已经成佛 而来实现 度众生的 方便的菩萨 他是代果行音的菩萨 是果地上的菩萨 所以比起那个六十二亿 横空山菩萨 他是阴地菩萨 所以果地菩萨的功德 要胜过阴地菩萨 因此啊 修观音法门 要胜过六十二亿 横空山菩萨 这是第二的说法 第三 经文竟然说 正等无一啊 就是一多 他的体性都不可得 一一多 平等平等 一根多啊 是平等的 所以 这个华元经里面说 一中解无量 一中解无量 所以说六十二亿横河沙菩萨 无量中解一 所以说 只念一尊观世音菩萨 一根无量 平等平等 没有差别 你不相信 你可以哪个 不要说是六十二亿了 哪六十二个 哪六十二个铜板平排 六十二个铜板平排 这六十二个铜板平排 每一个都是一 你把它排下来啊 无论哪一个都是一 都是一 没有一个铜板是二的 你不相信 你会现在就是试验了 你把六十二个铜板 六十二个硬币啊 你打下来 平排 平排 每一个都是一 哪一个不是一 所以六十二个当中 每一个都是第一 每一个都是一 都也是一 一也是一 一中解无量 无量中解一 平等平等 所以叫做正等无益 多也是平等 少也是平等 一也是 无量 无量也是一 那个无量是从一来的 离开一 没有无量可得 因此之故 所以叫做正等无益 这是入理的解释 平等平等 没有差别 有人呢 现在的这个普门明 诸解很多很多了 有人这样的解释 我曾看过 有一种诸解啊 他这样解释 他说为什么 他念完性菩萨 感应那么大 功德那么大 而念那么多菩萨 六十二亿 感应还不及呢 那么他功德还不及呢 比起来 虽然是正等无益 实际上是变成不及了 因为这是一 超胜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 他哪一个 很粗俗的比方说 他说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 只有一位啊 他一位他就负责任了 我念他嘛 他一个人他就负责任了 他没有推的地方啊 不能推头拉 不能打太极拳嘛 那么你念了很多啊 例如说那些神教的拜神啊 他又拜天宫啊 又拜城皇啊 又拜徒弟啊 又拜马祖啊 等到你有难的时候 城皇推徒弟 徒弟推官公 官公推玉帝 玉帝推马祖 好了 推来推去 最后 等到他想到要救的时候 你已经完蛋了 他哪这种的解释啊 太粗俗 也不忽服 经文里面所说的道理 这是不可以的 不能这样的比较 那是你 你这个 你以这种方式 好像有意 排斥这个神 不该这样说 这样的说法 不好 那么应当说 按照经文里面 说的很明白的道理 一中解无量 无量中解一 这不是很清楚的道理吗 这用不着啊 用这种解释 那么这种解释 有会闹笑话 难道菩萨也会推吗 难道菩萨也会打太极拳吗 难道这个六十二亿 他们也打起太极拳来吗 没这个事情 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 不能用 我们剩下的文字啊 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 刚才说的格量 脚量 比较的这个意义啊 还没有说完 就是修持观音法明 直受持观世音菩萨一位 甘受持六十二亿 横国沙菩萨名字 那么比较起来 既然是正等五亿啊 就是一多平等 所以华言经里面说 一即是多 多即一 闻随一意 意随闻 显示一多 他的体性平等 那么 所以说 受持一阵观世音菩萨 四少 受持六十二亿横国沙菩萨名字 四多 比较起来 平等平等 没有差别 所以叫做正等五亿 十二人佛正等五亿 而同样都是一百千万一节 不可穷经 那么这三种解释当中啊 第一是因为菩萨得到根本源通 第二是观世音菩萨是果地菩萨 第三是一多性不可造 平等平等 这三种解释 都很有道理 都可以做参考 那么 这是古人的说法 我们都可以拿来 做学习的研究的参考的 假如拿这个我们凡夫的想法来看啊 当然要受持一尊观世音菩萨 比较容易得到受用 为什么 只持一尊 只持一尊 容易专一 一门深入 六十二 别说是六十二个恒河沙了 究竟一条恒河里面 沙子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人一生有多少寿命啊 你就是活到一百二十岁好了 那么一出世三岁就来念好了 念到一百二十年 一天能念多少啊 念阿弥陀佛的人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一天说是念十万 念十万佛的人啊 休息的时间很少 吃饭都要走马拉算 尽量快 时间才够念十万 那么就是以十万来做标准好了 一天十万 十天一百万 一个月也不过是三百万啊 一年只有三千六百万 究竟恒河里面的沙子有多少啊 一年三千六百万 十年三万六千万 那么你念一百年啊 也不过是不到三亿多而已啦 那么恒河的沙子 恐怕还一条还不止这个数目之内 你不相信你就算算好了 一条恐怕就不止这个数目之 别人说是一个六十二个恒河沙了 一个恒河沙你尽着一声啊 念一味就没念完 一味菩萨你就没念完 六十二亿啊 六十二亿恒河沙了 一条恒沙的菩萨名字 你就说不定就没念完啊 那剩下好多好多都没念了 不过这个数目之啊 以我的看法呀 绝对不是死板的 六十二恒河沙 不是正好六十二条恒河沙的数目之 为什么呢 你看看其他的经文 这都比较好了 法法经三种译本啊 都叫做六十二亿恒河沙 而另外还有楞严经啊 楞严经内容的说法 到了这个受持观世目上的名号的说法 也是一样啊 不过他少了一个字 少一个字 少哪一个字呢 正好少的一字 这里说六十二一恒河沙 楞严经里面说六十二恒河沙 没有一 没有一 六十二恒河沙跟六十二一恒河沙 你想想 相差多少啊 哎 数学老师 你算算 相差多少 这还得了吗 六十二恒河沙跟六十二一恒河沙 差太多了 从前这个看三国的 说是沢沙是六十三万下江南 一个说说是六十二万 相差一万 哦 这个正在煮豆腐的时候 他就出来争了 明明是八十三万 你为什么说是八十二万啊 你的豆腐消掉了 豆腐消掉有什么关系啊 人嘛少了一万 一万 他一万还要争 一个说八十一 八十二万 他说八十三万 八十三万 他说八十三万下江南了 不是 八十二万下江南了 真正一万 结果一斟了 把豆腐消掉了 豆腐消掉了 您豆腐消掉了 今天没有争取做了 他说没关系啊 人嘛少了一 人嘛少了一万 那我的豆腐消掉有什么关系 小事情 你看看 他这个八十二八十三 是真正的数目值 少了一万 他又吃不消了 那么现在这个 经文里面 法法经跟愣眼睛相差这么一个字 插这一个字 插多少 你算一下 六十二恒恒恒恒恒恒恒 跟六十二亿恒恒恒 那还得了吗 相差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平常看佛经啊 对这些数目值啊 我绝对不死板看 我认为只是多 只是多 62也好 62横河沙也好 62亿横河沙也好 用意就在多 只是一个多子 他目的在说多 他不是死板的正好 62条横河沙 或者是62亿条横河沙 一丽沙算一位菩萨 真正这样子算 无相性 无相绝对不是这样 佛经里面的数目字 这种的大天文数字多得很 所以62横河沙也好 62亿横河沙也好 他的用意就在多 就是一多相比 一根多相比 你绝对不要死板的看 62亿或者是62 假如要这样的争论 那不只是豆腐烧脚 那问题还要多 佛经里面 佛经里面这类菩萨啊 这类的这个数目字啊 多的简直是没有办法数了 你不相信你把整部 整部大堂先翻出来看看 尤其大神 大神经典 不晓得有多少这类的数目字 所以佛经里面呢 你不要把这个数目字看得太死板 不要看死板 所以我认为这个 不管他62也好 62亿也好 他的用意就在多 就在多 所以一多信不可得 同样是平等 没有差别 一即是多 多即一 一中解无量 无量中解一 假如你了解这个道理啊 问题就解决 豆腐就不会消掉 因为反正不管你怎么说呢 就是多 一跟多相比 拼了拼了 没有差别 佛经的这些数目字 应当要这样看 这只是说明啊 你专持一尊观世音菩萨 跟持很多菩萨 比较起来 为什么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要殊胜呢 因为一门深入 专一 我从前在山上 四头山的时候 也看过有些老修行啊 他念很多佛 很多菩萨 我问他 你念些什么呀 他念 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 阿弥陀佛 还有 这个 达兰米勒佛 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地藏菩萨 统统都念 那我说你一天念多少啊 我都没啥猜 没啥猜 他这样子什么都念 通通都念 真正要用的时候 提不起正念 不晓得念哪一句好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正在有灾难的时候 究竟是要 阿弥陀佛来救我呢 还是观世音菩萨来救我啊 自己也搞不清楚 不晓得念哪一种好 为什么 他心分散了 不能专一 凡夫心啊 他念一位佛 着一位佛的像 念一尊菩萨 着一尊菩萨的像 他老是总是觉得 每一尊佛 每一尊菩萨 他的功德都不可思议 那好了 那你就要把万佛 整部藏心 统统搬出来 整个都念 也念不完啊 所以因为 凡夫着像 执着的像 那么因此 你念多了 像就多 像多啊 就难专一 不专一 得不到感应 得不到感应 必定要专一 所以佛经里面 教人修这个 持民念佛的法门啊 无论你念佛也好 念菩萨也好 要专一 必定要专一 假如今天念 阿弥陀佛 明天念观世音菩萨 后天念地藏菩萨 大后天念弥勒菩萨 好了 将来不晓得 要到内院好呢 极乐世界好 华藏世界好 要去哪里呀 谁来救我啊 问题都会来的 所以必定要专一 目标要专一 一门深入 用意在这里 你贪多了 贪多就不烂 实学久不成 你贪太多了 不会有所成就 所以修行 要一门深入 对于教理 那就法门无量寺院学 结 一切法门无不当学 行要一门深入 不能说这条路 走了三两步又跑回来 换一条路又走了三两步又跑回来 那你永久也在路头跑啊 绝对没有到家的希望 所以这里所比较的 实际上佛菩萨 平等平等 并没有这些差别像 只是随顺众生 有缘的 救度 那么自己觉得 以观世音菩萨有缘 那你专修观音法门 你以地藏菩萨有缘 专修地藏法门 你以阿弥陀佛有缘 专修阿弥陀佛法门 都是一样 都可以 假如你要往生 基督世界 观世音菩萨照样接引 等到后边再讲 等到最终啊 我还有可以说明的 所以 因此之故啊 这里的比较 只是说明 一度平等 一度信不可当 一度平等 那么因此 一 他能专一的缘故啊 所以要剩一多 用意在这里 后边 比较之后啊 就解叹 总结上文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看出经文啊 无敬意 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对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 总结上文 赞叹持念观世音菩萨的福德 广大 所以佛对无敬意菩萨说 无敬意啊 你看 受持观世音菩萨 这位菩萨的名号 能够得到 如上文所说的 如是指前文 如上文所说的 无数量无边之力 那么多的福德 福德 功德 利益 无穷无尽 不可思议 统统都能得到 所以因此之孤啊 世间 所有的一切众生 应当要 好好的发心 受持 专念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那么这是 初版文章 第一版的文章 到这里啊 说完了 就是 初版文章 他有总答 别答 劝词名 劝词名答 有这三段 到这里说完 下面第二番问答 更字叫第二 四番问答 就是第二番 第二番问答 有两段 第一是问 第二是答 答里面 先别答 第二 总答 第三 劝供养 那么这里 先讲 问 就是无尽一菩萨 听到这里 他才提出问题来问 无尽一菩萨 白佛言 世尊 观世音菩萨 荣和由此 娑婆世界 荣和而为众生说法 方便资历 其次云和 这是当机 无尽一菩萨 的请问 那么当机请问 里面的道理呀 他的问意 有三种 问意 有三种 所以无尽一菩萨 秉白于世家 孟一佛说 世尊 观世音菩萨 怎么样子油化 这个娑婆世界 第一 问云和由 怎么样子在 娑婆世界里面 要化众生 云和由 云和由化 云和而为众生说法 第二 问云和说法 观世音菩萨 在娑婆世界 度众的时候 他的油化当中 他说法度众 怎么样子说法 第三 方便资历 其次云和 这本来应当就是 云和用他的方便之力 来做度化众生 那么他文字 稍微变通一下 写作方便之力 其次云和 观世音菩萨的 全巧方便的伟力 度化众生的方便 这些事实 情况又怎么样呢 第三 问方便之力 其次云和 问菩萨的方便力 说不 是我们这个世界 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名称就叫做 娑婆世界 娑婆 心意叫做 说和 说和 所以这个 沙婆的沙呀 不念沙 这是翻文 翻语 翻语不念沙 是念说 说 所以这个心意家 玄壮三丈 他的翻译呀 把它翻作 说和 说 是求说的说 虚说的说 神说的说 喝 对不对 摩河沙的那个喝 严字旁的喝 所以他不用这个 说婆 他用说喝 就是 说明这个 说婆啊 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叫做 堪忍 堪能忍耐 堪忍 有两种意思 这个世界 我如果是众生很苦 他堪能忍耐 在这个世间受苦 这是第一种意思 叫做堪忍 这个世界的众生 刚强难发 诸佛菩萨 他不会厌离 这苦恼众生 他不会怕 这个刚强难发 他还是堪能忍耐 在这个 说婆世界的 刚强难发的众生当中啊 来做度化众生 事业 所以叫做堪忍 那么堪忍有 这两种意思 一种是众生 堪能忍受 这个世间的苦 一种是诸佛菩萨 度化众生 堪能忍受 这个难化众生的困难 他也能忍受 所以叫做复婆 万文生意 一项都是这样解释了 那只是指 我们这个世间是 这个畏徒 我诸我识 众生苦恼多 刚强难发 事实也是如此 吴敬仪摩哒问世 杨摩尼佛哒 这个 观世音摩哒 他在说 我世界度众生 他怎么样的度化 具备这三种情况 怎么样的油化 怎么样的说法 他全角方便又如何 总不出 总不出菩萨 但三轮不是一化 三轮不是一化 我们平常叫做三叶 身口一三叶 我们凡夫六道众生 是造业的 身口一在造业 菩萨不是造业啊 他是在做度化中 众生事业 所以叫做三轮不是一化 深轮不是一化 就是油化事业 云和油 问菩萨的深轮不是一化 他的身体在这个世间 怎么样的油化 人和说法 问菩萨的口伦不是一化 口 他不是造业 口伦 业是造作业 本来可以通的了 但是表示对菩萨的恭敬 对佛的恭敬 不敢说业 就说伦 伦是自由自在 原通 原用无碍 所以第二 口伦不是一化 观世音乐 怎么样的说法 是问菩萨的口伦 不思一化 第三 问方便之力 其次云和 全巧方便 应激说法 惯激世教 那么这是一轮不思一化 菩萨的异地 他一轮不思一化 他的异地 怎么样是做度化中生事业 那么上面是当机的请问 后边接着就是佛的大师 这个大 就是如来大师 那么后边的大夫的文字有三段 第一 别答 第二 总答 第三 劝贡阳 这里跟前面问 邓明所依 文字不一样 前面先总答 然后别答 这里先别答 然后总答 别答 就是平常说的三十二印身 观世摩萨的三十二印身 但是按照这里经文所说的 愣眼睛还没出现之前 有的说按照普门评 三十三身 或者是说三十五身 限三十五身 十九种说法 或者是三十三身 十九说法 或者是三十五身 十九说法 这等到文字说完之后啊 再来比对一下说明了 等到愣眼睛翻译过来之后啊 愣眼睛里面 很显明的说 三十二印 十四五微 那么这个三十二印啊 就是这里的 所谓三十三身 三十五身等 内容是相同的 说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现在就根据普门评的内容啊 来加以说明 佛的答复先别答当中啊 按照次序 三十三身 或者是三十五身呢 先说 菩萨视线三圣身 三种圣人身份之身 所以经文就 佛答复观世菩萨 答复这个无尽一菩萨的话说 佛告无尽一菩萨 释迦牟尼佛 告知无尽一菩萨 说 善男子 这个善男子是指的无尽一菩萨 善男子在佛经当中 有的时候是菩萨的通称 所以现在这个善男子 就是指的无尽一菩萨 那么佛对无尽一说法 称他一身善男子 给他注意 若有国度众生 因以佛生得度者 观世以牧萨 即现佛生而未说法 这是现佛生 因以彼自佛生得度者 即现彼自佛生而未说法 这是现原觉 独觉生 因以生文生得度者 即现生文生而未说法 这是现生文生 这个文字浅显 容易明白 佛天分别大夫 无尽一菩萨在问话说 那么您说 观世以牧萨怎么样的 油画这个世间 怎么样的说法度众 我现在这里 说一个大概 给你做参考吧 这个别大里面的 三十三生或者是三十五生 他们这个每一段文 别大的每一种生的文字 文字大致都是相同的 若有国土众生 假定说世界哪一个国家 国土里面有一个众生 有众生 他需要用佛的身份来度他 他才能够得度 应以佛生 应当要佛的身份来度他 他才能够得度的 观世牧萨随时就现佛生 即 随时 那么在佛生里面 由观世牧萨即现 这就是显示 每一种现生 随时应积说法 随时就到 不会有所刺激 那么该用佛生的度 菩萨就现佛生而为说法 这是现佛生 直在这佛生的 这一段文字里面 就大幅他前面的三种问法 应以佛生的度 那个应以两国之 就是大方便之力 大方便之力 这个应以就是应积说法呀 应积说法就是他的全角方便 应当要用佛的身份来度的 他就现佛的身份 那么这个应以两国之 就是大第三方便之力 现生 无论现佛生 现什么生 现生 就是大第一 游化 大游化 生轮不是游化 要现什么生 就现什么生 应当要现佛生 那菩萨就现佛生 现生 就是大第一 游化 怎么样的游化 就是现种种生 来在世间游化 而为说法 说法两个字 就是大第二 但是这里没有说明 说什么法呀 说法不能固定的了 在那个时候 该说什么法 就说什么法 所以不能固定说 哦 现佛生 就说佛法 现原觉生 就说原觉法 现生文生 就说生文法 不是这样的 那到了后边 现八部生 就说八部法吗 那现鬼生 说鬼法吗 那不对了 不是这样的 哦 所以这个 说法呀 不能固定 到了那个时候 该说什么法 就说什么法 是活动性的 说法两个字 就大第二 口轮不是一话 就是说法的方式 那么该说什么法 就说什么法 这个没有固定 哦 所以不能死满的大夫 所以一种现生 当中三种的文化 都大夫完了 都大夫完了 那么后边 每一种生 都是这样子说 哦 因你彼自佛生 得度者 这些彼自佛生 而为说法 彼自佛 是彼自家 彼自家 哦 翻成中国话 它有两种意义 哦 就是 所谓原觉 独觉 两种意义 那么出现在 有佛之士 叫做原觉 出现在 没有佛出现 世间的时候 他自己 灌这个世间的 无常变化 秋冠黄月落 春度百花开 由此他悟到无常 而开悟了 由此正到彼自佛国 那个叫做独觉 叫做独觉 啊 原觉 独觉 都是成彼自佛国 所以 何必为一 啊 那么第二 应以彼自佛神 得度 就现彼自佛神 而为说法 那么 应以 生闻神 得度 就现 生闻神 就修四地方 哦 彼自佛 哦 那么 原觉 修十二 因缘 生闻 修四地方 哦 那么 那么 这里啊 这先 前面 呃 事先 说过 要把这个 妙音品里面 相同的文字 要提到这里 切和解释啊 不能忘掉 哦 不能忘掉 这个时候 先把它比对一下 哦 先比对一下 哦 那么 前面 妙音菩萨 品里面 哈 有这段文 哦 也是由献四圣身 圣人身啊 不过 他是先把这个 世间的 天生人身等 献完之后啊 最后才说到 四圣身 哦 前面 妙音菩萨品里面 哦 妙音菩萨品里面 有这么一段文 若 应以 生闻 行 的度者 文字不同在地方 生 他用行 行也是 身行啊 献生闻 行而为 说法 应以 彼自佛行 的度者 献彼自佛 行而为 说法 应以 菩萨 行的 度者 献 菩萨 行 而为 说法 应以 佛 行 的 度 者 即 献 佛 行 而为 说法 这是 妙音菩萨 品里面的文字 哦 跟现在的 普门品 把它比对起来 哦 有一种 这里面有 这里只有 献佛 献彼自佛 献生闻 叫做三圣 身 妙音品里面 多一个 献菩萨 身 哦 佛 彼自佛 生闻相同 多一个 献菩萨 身 哦 这里没有说 献菩萨 身 哦 为什么这里 没有献菩萨 身呢 古得的解释说 观世音菩萨 他本身 就是菩萨嘛 他现在的身份 就是菩萨 既然他现在的身份 就是菩萨 就不必另外 再说菩萨 身啊 这个话 通不通啊 也不大通 怎么不大通啊 前面 妙音品 献菩萨 身呢 妙音 也是菩萨 呀 那妙音菩萨 那既然献菩萨 身这里 为什么不说 献菩萨 身呢 我们在比对 前面的 正法法经 西景时代 主法部翻译的 正法法经 正法法经 里面 他对这个 献身说法 这一段文 对这个 三圣身 这一段文 正法法经 怎么说呢 正法法经 是这样写的 或献佛身 而般献发 般 一般 两般的那个 般 王子 两个王子 那个般 宣 宣说的宣 般宣法 或献菩萨形象 身貌 说法 开化 或献 圆觉 或献 声闻 正法法经 有献菩萨身 正法法经 有献菩萨身 而且还说的 特别详细 或献佛身 而般 天法 就是 来说法 颁布 宣说 这个佛法 或者是献菩萨 行 菩萨行 菩萨是说行 不算身 献菩萨的行 献菩萨的身形 形象 像是相貌的相 人人旁的相貌的相 或献菩萨行 像 是 貌 是 貌 是相 原貌 说法 开化 说经开化 不是说法 说经 说经开化 开导 教化 众生 既然 正法 法经 里面 有这么一句 或献菩萨 行 像 生貌 说经开化 很显明 观世 菩萨的 普门 品 原文 也是有 献菩萨 身的 而 就摩洛 十三章 翻译的 为什么会 少了这一句 呢 有两种 可能 第一种 也许 抄斜的时候 漏掉了 因为古代 都是用抄的了 抄斜的时候 漏掉这一句 不能说 没有可能 因为前面 正法 法经 既然有这一句 有献菩萨 声 应当这里 也要有 才对 你无我 我爱 有这种 为什么他有 我们有 很可能 也许 当时 抄斜的时候 正好 把 菩萨 漏掉了 不是 没有可能 这是 我的 猜想 没有人 这样 讲的 是我 讲的 对不对 我不敢 说 这是 第一 第二 翻译的人 故意 把它 略掉了 旧摩洛 十三章 法师 故意 把它 略掉了 原文 虽然是 以外 他把它 略掉 为什么 略掉呢 就是我刚才 说的 他本身 就是菩萨 现在菩萨 观世 摩洛本来 已经成佛的 现在 现在就是 菩萨 身 他现在 正是 现在 菩萨 身 虽然 已经成佛了 可是他 现在是 菩萨 的身份 既然 现在是 菩萨 的身份 如果需要 佛身度 他就能 另外 现佛身 那么 他现在 当体 是 菩萨 身 所以 不必另外 说菩萨 身 可以略 这个略 不是没有道理 是可以略的 也许原文 由而翻译的人 略他的意义 把它略掉 有可能 那么这样子 可以比对 后边 随朝翻译的 天秤 法法经 天秤 法法经 里面 完全 照 就摩洛 翻译的原文 照操的 这里 他也没有 天上 菩萨 身 也没有 天上 菩萨 身 也是一样 是三圣 身 完全相同 那么 口见 随朝的翻译法师 达摩 举多 跟谢纳 举多 这两位法师 他的看法 也是跟 舅摩洛 是相同的 如果当时的 翻译有的话 他们也认为 舅摩洛 是的翻译 是对的 而且我们 中国人 喜欢简列 不喜欢 翻译 喜欢简列 那么 列掉 这么几个字 对中国人来说 他总是喜欢的 简单总是比较好 那么因此 既然前文略了 就跟著就略了 但是 正法 白金 原文有的 可见 观世 要献 菩萨 身 照样 献 菩萨 身 这是 比对 前面的 妙音 品 因为 由此 可以知道 这里 没有 菩萨 身 而比对三本的 法法间的 一本 来加以说明 那么 显示这里 没有菩萨 身 很可能 翻译的人 当时认为 可以简约 而把它 掠掉了 不是没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那么 现在就把 这个三圣 身做一个 简单的解释 本来这个 佛呀 声闻 这些本来 不必解释的 可是恐怕 有人没听过 不妨简单说 现佛身 佛 印度化的简称 详细一点 佛陀 佛陀耶 应当是佛陀耶 佛陀 古代的翻译 有的翻译 佛土 佛 佛现的佛 图像的图 救人一命 胜做 七级 佛陀 把这个 佛陀 看作 他 这已经是 有一点 变相的 说法了 我不敢说 是错 是一种 变相的 说法 把佛 看作 他了 那么 本来 最早的翻译 佛陀 就是 佛陀 佛陀 最早的翻译 就是佛陀 后来呀 才固定下来 翻作 佛陀 佛陀 我们中国人 喜欢简单 就只留一个佛字 留一个佛字 应当 佛陀耶 佛陀 详细 佛陀耶 佛陀 简称佛 翻成中国话呀 绝的意思 佛 就是一个大觉 大悟的人 自觉 觉他 觉醒 圆满 才叫做佛 就是佛 佛会满足 叫做两足尊 成佛 故意佛 两足尊 成佛 佛的智慧 都究竟满足 所以叫做两足之尊 那么 佛 就是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这两种 自觉 觉他的功德 都到了 究竟圆满 才成佛 菩萨 也自觉 也觉他 可是功德 还没圆满 所以还没成佛 启信论是说 本觉 始觉 就进觉 我们众生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那是本觉 能够开发智慧 晓得发心 发不利心修行 始觉 开始觉物 努力进修 到随分觉 到就进觉 到成佛 就进觉 就成佛 所以本觉 其始觉 修行功德 圆满 到就进觉 三觉 圆 万得去 就成佛 佛 有三生 有报生佛 有法生佛 有硬化生佛 法生 就是一切法的本体 所以众生 有自信 亲近法生 我们的本性 亲近的觉性 人人家有佛性的 那个觉性 就是自信 亲近法生 就是本性 佛 人人有过 临三塔 这个临三塔 里面有佛 就是这个本性 的自信 亲近法生 传佛 就成佛呢 就成就这个自信 亲近法生 叫做 力构 妙极 法生 所以佛的法生 已经达成 不但是亲正 自信 亲近法生 到了烦恼 断境 构 构然 完全 处境 这就是 力构 妙极 法生 法生 有这两种意义 报身佛 由自受用 报身 他受用 报身 二地以上的菩萨 能见到 报身佛 那是他受用 报身 佛自己 成就佛国 所受用的 这个 长地光谱的 那种境界 那是自受用 报身 所以报身就自受用 他受用的两种 印身 是印一件世间 像释迦牟尼佛 降身在静患王宫 出家修行成佛 说法四十九年 八十岁入涅盘 这个叫做印身 有生有灭 这个印身 化 是无耳浮游 叫做化 本来没有 突然之间变化出来了 这个叫做化 无耳浮游 叫做化 这个化身 需要的时候 现 不需要的时候 就引起来了 那就叫做化 化没有 视线身 视线身 的这个情况 不像我们人 有生有灭 化 就是无耳 复然之间有了 这是印身 跟化身 本来有 这两种不同 但是在佛经里面呢 有的时候 印跟化 是不分的 有的时候 法到化 化就是印身 那么有的时候 法冒印 印身里面包含化身 佛有三身 这个道理 比较 大家都常听的 容易明白 不必自己说 那么现在这个佛身 就是就进佛国 就进佛国 五柱就进 二死永亡 三祸 见识尘察无名 三种烦恼 完全断尽了 成就就进佛国 这个就是佛身 应当要用佛的身份 来度的 佛就 这个观世音乐 现佛身来度他 那么菩萨身经文 既然略掉了 我们就不必说 那么菩萨的阶位 很多 从初发心 经过实性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五十一位 都是菩萨 无论要哪一位菩萨 来得度的 菩萨都会现身 不过文字简略 我们就重略 彼自佛 有独觉 有圆觉 愣眼经里面 就是这样说的 现佛身 现独觉身 现圆觉身 现生闻身 四圣 只是把彼自佛 独觉 圆觉 分开来 也没有现菩萨身 愣眼经里面 也没有另外说菩萨身 因为 万世摩萨当体就是菩萨 所以没有说 另外现菩萨身 这个用意啊 可见这个 纠摩罗斯 他翻译的用意 那么跟 其他的佛经 也是相合的 愣眼经里面 也是一样的出发 不过他把彼自佛 分出这个独觉 与原觉 独觉 独自觉悟 单独了 独自觉悟 独自觉悟呢 是出现 没有佛的 世间 他自己觉悟的 秋天看到黄意 露下来了 知道世间无常 到了春天花又开了 知道这个世间的 永辜变化情况 那么悟到无常 而开悟 成就彼自佛 那是叫做独觉 跟佛同身 一世 听到佛的十二因缘法 而修行断反恼的 正到彼自佛 那个叫做原觉 缘啊 不是圆满的缘 因缘的缘 十二种因缘 修这个十二永因缘 十二因缘 就是无明缘心 行缘事 事缘明色 明色缘六肉 六肉缘粗 粗缘寿 寿缘爱 爱缘取 取缘由 由缘生 身缘劳死 有被苦恼 这个叫做十二因缘的 牛转门 众生无量即来 龙回生死 就是由这个流转门 啊 龙回流转不停 啊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三十英国 原觉人 修缘灭门 知道根本生死 就在无明 所以先断无明 从无明下手 无明灭 这行灭 行灭 行灭 这失灭 失灭 这明色灭 一直到生灭 这老死又被苦恼灭 这个叫做翻灭能 从无明断了 断无明之后啊 那么行事等十一 十一支通通都灭 所以就可以挣到 原觉的果位 比之后 关于这个十二因缘 这个道理 如果要说啊 我们留下次讲 因为时间不多 我们这里先讲一种啊 智泽大师的法界次第出门里面呢 他引证这个大吉经啊 说有一念十二因缘 当年就具备十二因缘 这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现在就可以修行 例如眼见色 眼睛看到颜色 喜欢的颜色 那么一看到这个色尘 看到这个色镜 你生习这个贪爱心 那就是无明 那就是无明 因为这个贪爱心生起来 那你就想要 想办法去造作 那就是行 那么这个行的意识在动啊 心理动念啊 那就是失 动念的时候 或去造作想要得到这所爱之色啊 那就是明色 啊 异地是明啊 所要的物之是色 啊 那么由此你的眼耳 比色生意六根 同时下手 同时在作用 啊 同时对六成经 多起作用 那就是六入 啊 那么想要这个东西 那你就会接触 啊 比如说你想要这个东西吗 那你必定要伸手去接触呢 那么坚持就想要结束啊 收 收 就瘦了 啊 既然说 因为你为什么说 爱啊 你喜欢这个东西 那些我想要 我也拖过来 我也打过来 爱啊 既然爱了就取啊 哪来了 取 取了变成我的 有了 啊 那么这个油在你手里 继续连续下去 就是生 就生 啊 那么你所要的东西 等到它坏灭了 就是老死 这个东西坏灭了 就老死 啊 使这 我们心里动一个念头 就具备十二因缘 这个叫做 因练十二因缘 啊 这个因练十二因缘 如果你能够好好的下功夫去 观照啊 这很好的修行方法 啊 那你在平常时啊 眼睛见到色 如果你心里动了烦恼 啊 其他心 你就用这个因练十二因缘的方式 去修行观照 假如你耳朵听到声音 啊 动起这个心念 想要 喜欢听这个声音 哦 这个某歌心 唱的歌 真好听啊 那你的心就 被他牵住走了 这个时候 你就会修观 无名起了 跟着走就行啊 啊 就这个 意念没有停止的继续流动啊 是啊 啊 那喜欢那个声音 就是色 啊 那你这个喜欢的声音就是明 那么只要是一直连贯下识 一直贯 啊 到了那一念停止下来 那就老死 那一念停止下来 不再想了 哦 那是老死 所以这个 一念十二因缘 言而鼻舍身意六根对六成 谁举一念都可修观 都可以修行 啊 这个一念十二因缘呢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人人都可以修观 啊 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动的时候 你时时观察你的念头 这个念头一动啊 你就从这个十二因缘的名词啊 去观察它 观察它 啊 照顾你的念头 这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你必须要先把这个十二因缘的名目啊 把它背熟 你只要把这个画成玉品里面有一端嘛 无名原形形原始 十缘民生 民生缘六根 啊 一直到生缘老死 把它背熟了 你就可以修观 你用这种方法修观了 烦恼慢慢自然就少了 啊 妄想自然就会少 这是很好的修行方法 三十十二因缘是讲理的 讲三十 时间很长 呃 因为时间不够 就先讲这一念十二因缘 如果你会用的话 你这一生就可以成就了 这大成就 这么开简别的 你真的看不休 好 你这样就看不懂 你刚才可 你很久也能看不懂 你这么说